如意传这部剧已经宣传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播出 这不禁让网友们都很着急 毕竟这部剧在17年的时候就已经杀青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却一直没有要播出的迹象 所以这让电视机前的吃瓜群众 你们都有点不耐烦吗 不得不说主办方这时事比较磨叽啊 不过在近日终于传出了如意传已经定档的消息 这总算是让友友们有了盼头 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 描述说到如意传 就不得不提一下她的主演霍建华了 自从霍建华和林心如结婚以后 她所接拍的戏就越来越吵了 可能是因为有了女儿小海豚要照顾家庭 所以暂时在事业上没有深入的突破 这部如意传也是之前她和周迅一起合拍的 当然除了他们以外 剧中的其他演员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 既有实力派的演员 也有新生代的演员 绝对是一部声势浩大的宫廷剧 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其实说起来 如意传也确实是一部良心剧制 不然也不不会有这么多的吃瓜群众 等着这部剧的播出了 这部剧的场景还是人物造型 都和当年的甄嬛传有类似之处 看过甄嬛传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吧 要知道在当时 孙力演的甄嬛可是专足了观众的眼球 大家都被她真实的表演给吸引 同样 在这部剧中 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 无论是场景还是选人 都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 而不是纯粹的服务 编辑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 现在终于等到这部剧了 但使得知这个消息 大家也是很愤怒的 本来说好的8月14号上线 这还让粉丝们的心小小激动了一把 但是看到这部剧的播出方式以后 大家就都开始吐槽起来了 这无疑是很让人无语了 这样一部剧偏偏要以周波的形式播出 观众们的心情肯定很复杂 毕竟这部剧可是有88集呢 都快赶上甄嬛传了 当年甄嬛传也没有这样播过了 现在翔翔就觉得这样追下去 那是多累了 不少网友都表示分分钟想几句 但是好歹大家也等了这么久了 还是不要放弃的好吧 慢慢看吗 大家觉得呢 本文由娱乐快家头原创 欢迎关注 带你一起上知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